對不對 沒有 那最後的話呢 還要多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去呢 就可以再重新開講號 開講號 有沒有 你看 一直按 你看 怎麼按都是 真是辛苦 也就是說呢 這個跟你如果去買那個大樂透 你可能要買這麼多 可能買個100次才中個一次吧 所以這樣投資報出去 似乎只是買個希望而已 或者你把它當做善事一樣 不然的話 你說真的 這樣怎麼划算呢 好 你看 一直按 終於剛剛跳了一個 有沒有 終於跳一個 真是令人感動 中了 好難得 而且才中400塊 所以這個當然是你一次50塊嘛 你可能按個100次 才中400塊 這投報率實在太低了 好 那當然呢 最後我們要怎麼樣得到這個開講 這個開講實際上呢 就是讓什麼呢 讓這些號碼重跑嘛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樣讓它重跑呢 我想你們先試著把剛剛這地方完成 我剛剛做的動作呢 跟書上不太一樣 書上是直接怎麼樣呢 它沒有這個 加總 它是把加總放在什麼呢 Viducar裡兩個結合在一起 不過兩個結合在一起 我怕喔 對各位來說會有點 就是說有點吃不消 那沒有關係 你如果 兩個沒辦法一次結合的話 你可以分兩階段 然後如果兩階段 OK的話呢 請你把什麼呢 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等於是一個公式而已 一個公式 好 這我想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利用這個方式來做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好 喔